他凭借怎样的毅力 在残酷激烈的韩国演艺圈 得以幸存 一年前如日中天的他 为什么毅然决然单方面提出解约 五年兄弟情 他为什么选择不辞而别 消失的108天 他过着怎样的隐居生活 一条未发出的崭新背后 隐藏着什么难以解开的遗憾 韩庚单分一周年后 面对本栏目首度袒露新生 解约成长父母兄弟 一连三天韩庚与你零距离 让你认识一个你不知道的韩庚 眼泪都出了 精彩节目尽在蒙尼斯三入音乐风云榜 2009年12月21日 袁苏波Junior中国成员韩庚 要向韩国公司SM进行解约了 那么时隔一年 解约案终于在韩庚单飞一周年之际 进行宣判了 那么也是在韩庚单飞的一周年之际 我们本栏目也是对他进行了采访 而且他也是首次对栏目 他露了心声 那么接下来一连三天 我们都会为大家揭秘一下 韩庚解约的全史末 还有就是他的成长心酸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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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勇敢 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阿龙 加油 叶韩庚新 王者 回来 叶韩庚新 王者 回来 阿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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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了 阿龙 我们一直勇敢 我还没睡醒了 你睡了吗 没睡了 已经多长时间了 被打了 别看 现在跟吃了香肠 拍武戏的时候 不知道心打得睡 我以为刚开始 我以为牙掉了 我一下拿舌头舔一下牙 我说牙还在呢 我一看嘴唇里面全翻了 12月21日 对于很多人来说 和往常一样的普通 而这一天 对于韩庚的意义 却尤为重要 不但是他单非 一周年的纪念日 和新书发布会 而且与老东家 韩国SM公司 斡旋一年的解约案 也终于在这一天宣判 一审判决韩庚 完全恢复自由 没有太多的想法 反正是怕得不笑嘛 谢老板 2009年12月21日 Super Junior M 武科松体育馆演出 对Super Junior M而言 这一天 只是繁忙工作中的 普通一晚 而对韩庚而言 表面的和平背后 却酝酿着一个 惊天的计划 没有人想到 这将成为 Super Junior M的 最后一次同台亮相 次日 韩庚在没有任何 征兆的情况下 消失在大众的视线之外 并单方面 终止了与韩国 SM公司的合约 2009年12月21日 中韩两国媒体 在第一时间 对韩庚解约风波 进行了关注和大肆的报道 一时间舆论哗然 没有人知道 韩庚为什么 在没有知会 任何人的情况下 做出这样决绝的决定 猜测 非议 诽谤 随之而来 韩庚与SM公司 究竟有着 怎样不能调解的矛盾 还有就是 他内心当中 是受了怎样的 痛苦与挣扎呢 那么 以至于很多人 说他是背信弃义 那么在韩庚 消失的三个月里 那他究竟去到了哪里 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那这些 已经都成为了 一个迷智间未尽 不过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就会为你解开 这些谜团 不过在此之前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韩庚演绎之路的 成长经历 也许你能从中 看到一些端倪呢 2001年 17岁的韩庚 从中国民族大学 舞蹈中专班毕业 参加了韩国SM公司 在中国举行了选笑活动 以3000比1的比例 脱颖而出 2003年 19岁的韩庚 前往韩国 开始了长达六年的 异国打击 比较幸运 刚开始最大分的 不开心得早忘了 而幸运背后付出的 是别人体会不了的艰辛 在竞争激烈的韩国演艺圈 艺人出道前 要经历严酷的培训生涯 像曾经的HOT 神话 现在的东方神奇 TUPN 等韩国当红艺人 都是经过4到5年的培训 才得以出道 在残酷的培训体制下 被淘汰和自己放弃的人 每天都有 最后 当初一起到达韩国的同伴中 只剩下了韩庚一个人 2005年11月6日 韩国13人组合 Super Junior 正式出道 韩庚作为组合中 唯一的一名中国成员 备受关注 Super Junior出道后 在全亚洲迅速窜红 韩庚可以成为第一位 正式在韩国出道的中国人 我们感谢韩国和中国 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们 我爱你们 很高兴 希望我的家人 能看到我拿到这个奖 在什么地方 我能为你们祈祷 为你们祝福 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的歌迷 我爱你们 Super Junior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我们会更加努力的 谢谢你们 还有我的父母 一直在中国担心我的父母 我爱你们 然而特殊的身份 为韩庚带来的心酸 并不比荣誉少 因为韩国法律 对于外籍艺人的限制 韩庚一度 只能在成年背后 戴着面具跳舞 甚至独自一个人 在韩国的宿舍里 度过了长达八个月的空窗期 无法参与Super Junior的 任何演出 你喜欢这一行吗 不能说什么事情 都公平的事情 那我经历的说 说单编剧啊 等等等等 那你不经历这些东西 你不能有现在的你韩庚 说现在坐在这 因为梦 点亮了星空 拥抱着 坐一生 2008年4月8日 韩庚任队长 先Super Junior M 在中国正式出道 将韩庚的个人演艺事业 推向顶峰 Super Junior M 在中国的成功呢 让韩庚的事业 也是如日中天了 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他现在 还在Super Junior 组合当中的话 我想事业也是 非常的棒的 不过为什么 他会舍去了这些光环 而从头开始呢 并且还要背负着 背信弃义的骂名 和公司分道扬镳呢 其实这些我也在等待结果 我所有的东西 还是交给律师来办 所以很多的 法律上的问题 还有官司上的问题 我还是希望说 能通过律师的口中 能说出来事实 还是工作方式的一样吧 我觉得还是在合作上面 还有国中上面 还有一些差异 2010年4月 韩庚回到中国成功复述后 每每提及解约的真正原因 他都闪烁其词 不愿多讲 只是不止一次感激 SM对自己的培养 那韩庚解约背后 究竟背负着怎样的 沉重义营人呢 本栏目记者独家采访了 其现任经纪人孙乐 试图找到一些答案 这是孙乐 首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解约前一两年 他就已经 就是不停地在 他没有发 他就是在 不经意地发泄之间 你就能感觉到 他的压力 他的痛苦 但是当初 因为我也在这行业里面 我还觉得 就是韩国的娱乐公司 还是很专业 对他发展也是很好 他学习 播放模练 然后也劝他 就是你做这个行业 就是这样 你有事有得 他可能劝完以后 一两天到就好了 但是第三天 第四天 就后来后期的时候 电话就每天都打 可能随时都打 他回来 他一走 一下飞机 他就打电话 也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他就 可能就是给朋友 打个电话 给嘉宁打个电话 他就觉得舒服 可能那个 只要他每次回去之前 他都会很难受 很忧郁 我觉得公司和艺人是互相的 觉得两方面一起努力 公司和艺人一起努力 才会把这个公司 或者把艺人去做好 我互相还有一个尊重的事情 我觉得 有些文化上还有一些差异 应该是这样 有两国文化差异 语言的差异 可能互相沟通得太少 如果大家沟通得很清楚 那我觉得事情也不会到 不会那么快 在韩国生活的五年间 韩庚与苏法中年的成员们 同吃同住 培养了深厚的兄弟感情 但韩庚并没有事先 与他们提起解约的决定 以至于消息出来后 一些成员表示了不理解与愤怒 这也是韩庚在解约后 一直无法释怀的事情 我都理解 亮姐不亮姐我自己 反正都理解 有时候会想起 我会给他们发现 十一大电话 你一说跟谁关系最好 我一下眼泪出来了 一下想了他们所有人 昨天呢 在我们节目里呢 为大家揭秘了 韩庚真正解约的原因 那么今天呢 继续为大家带来 韩庚解约背后的故事 那么在韩庚消失的108天里 他到底去了哪里 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19到25岁 在韩国打拼 韩庚以特殊的身份 开创了中韩演艺圈的贤河 取得了后来者 难以复刻的成绩 他是韩国 严酷培训体制下的幸存者 也是竞争激烈的 韩国演艺圈的牺牲品 他用惊人的毅力与隐忍 在异国他乡坚持了五年 直到终于无法承受 内心的压抑 勇敢地说不 背负沉重的指责 选择出逃 在他消失的108天里 身在何方 到后面呢 就是五河松体育馆 也是2009年12月20号 在这里举办的一个活动 那是我们 就是已经最后一个活动了 21号第二天 我就去理解了 所以我对这里边 感情也比较深 好 大家好 我们是Super Junior 2009年12月21日晚 在犹豫挣扎了近两年的时间 韩庚在完成了Super Junior的最后一场演出后 终于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开 反正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所以再往后看也看不了了 所以我这个人也是也不喜欢太多的往后看 其实早就知道他有这种想法 但是还是想要再能够这个思考一下 然后你说他决定这样做 不是说突然的事情 我觉得是点点滴滴造成 你就能感觉到他什么 他的压力 他的痛苦 就觉得那里很出路了 再说还有朋友在那边 就是很自在的一个人 很轻松的人 早上一般都十点起床 起床之后就开始学习